好,大家好,我们今天来说第二次 上回我们讲了主要是古希腊哲学的起源 以及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古希腊哲学 今天我们来说第二次课 接着上一回的内容我们来说第二次课 第二次课主要是要讲一些古希腊哲学的学派 这回我们主要说的是以弗索学派 以弗索学派 比达斯格拉斯学派 还有密尼都学派 下回我们会说一些其他学派 因为这个还比较多 所以我们来分两次课来讲 之后把这两个学派说完 我们就进入古希腊哲学的颠覆基 就是苏格拉底、波拉图和亚历士多德 也就是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 所以今天叫早期希腊哲学流派 我们上回已经提到过 说这个希腊哲学它之所以会产生在希腊 因为当时希腊是城邦制度 所以需要大家去寻找一种共识和这种本质的东西 从而实现大家的共识 因此作为古希腊会产生哲学 上回我们说到 在古希腊哲学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自然哲学 一种是这个形状上学 自然哲学就是强调 比如它是强调这种自然 它用某种方式 比如说自然的东西去解释什么 而形状上学就找到自然后面这个抽象的东西 我们今天就主要来讲 自然哲学和形状上学的区别 首先我们来说米利都学派 米利都学派就是最典型的 朴素的自然哲学 自然哲学也是我们后面所说的 唯物主义的鼻祖 米利都学派最早起源于 商业发达的小亚西亚 小亚西亚是在土耳其的西部 我们说过古希腊 它是个非常大的概念 并不仅仅是今天的希腊 还包括现在的北马其顿 土耳其西部 意大利南部等 所以像早期的四大学派 两个自然哲学学派 我们上回说过 都发源于商业发达的小亚西亚 就是今天的土耳其西部 一个是米利都学派 还有一个是以弗所学派 下一个呢 另一个呢是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呢 因为它有神秘主义色彩 所以它发源于南意大利 因为南意大利呢 当时有个宗教叫奥尔夫斯教 一个类似佛教的宗教 这个我后面也会再讲 好 米利都学派呢 目前呢被公认为 是希腊哲学的起源 它只是说是公认 因为很可能之前也有 只不过因为时间太久了 很多东西没有保存下来 因此呢 人们就公认米利都学派 是希腊哲学的起源 米利都学派呢 它是朴素自然哲学的鼻祖 它是第一个 抛弃了用神话解释世界 我们知道在古代 在古希腊呢 人们都是通过神话 来解释世界 只有米利都学派呢 它是通过 从米利都学派开始 人们学会用 从米利都学派开始 人们学会用 从米利都学派开始 人们学会用 这个理性主义来解释世界 这是米利都学派 米利都学派呢 它非常早 它可能在公元七世纪左右 因为米利都学派呢 在公元前 米利都这个城市呢 在公元前494年 被波斯军队占领 所以这个城市呢 就没落了 但之前呢 米利都学派的第一位哲学家 最有名的哲学家 是泰勒斯 它被誉为是世界哲学的起源 是古希腊的第一个哲学家 古希腊七贤之首 他是第一个 相当于是用理性 抛弃了神话 用理性去解释世界万物的人 古希腊 泰勒斯呢 这个人呢 他据说他曾经去过尼罗河 他在尼罗河呢 住了很久 就观察到每年 尼罗河 它都有潮潮长落 就尼罗河水 每年都会泛滥 泛滥之后呢 就在这个河谷上 留下了尼罗河 这个淤泥什么的 然后呢 人们就在淤泥上 耕种庄稼 然后庄稼生长出来 就可以吃 所以呢 泰勒斯就相传 泰勒斯就认为 水 因此呢 水带来了生命 所以认为水是万物的起源 并且在渴马史诗里头 我们会发现 人们也是非常尊重水的 这就是最早的 水是万物起源 当时呢 就是说我们现在看来 水是万物起源 我们觉得它只是一个 非常简单的一个东西 可能都觉得不值一提 这因为我们今天 用我们的思维去思考它 这也是我们思考事情的时候呢 一定要有不同的 站在当时的立场 不同时间 不同地点 我们要站在不同时间 和不同地点的立场 去思考问题 所以有些问题呢 我们觉得非常奇怪 但是在以前古代人 或者说在另一个文化背景 正常大的人 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他们也会同样觉得 我们正常 我们觉得正常事情 觉得非常奇怪 因此呢 就是这也就是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哲学 就是我们一定要学会 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虽然我们现在觉得呢 水是万物的本源 是一个非常好玩 搞笑的事情可以说 但是呢 在古希腊 这是一个开创性的东西 就像阿姆斯特朗 阿姆斯特朗踏上宇宙内 踏上月球内一样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 人们学会用理性 用自然去解释世界 而不是神话 除此之外呢 泰勒斯还是一个 非常著名的几何学家 就他可以说是 几何学家的开创者 在几何学中 有一个叫泰勒斯定理 可能我们不一定知道 但是不一定知道 这个叫泰勒斯定理 但是我们所有人 一定知道 泰勒斯定理是什么 就是我们初中 学习证明全等三角形的时候 有一个定理呢 叫脚边脚 ASA 就是一个边 极其对应的两个夹角 相等的全等三角形 是 相等的两个三角形 是全等三角形 就是我们说的ASA 可能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只要是初中 可能上了七年级 八年级 我们就学过 这个呢 是泰勒斯定理 它就是由这个为泰勒斯 发明的 它当时呢 微想测量 比如说核案的长度 所以呢 它就用这种方式 来测量核案的长度 因此证明了泰勒斯定理 泰勒斯呢 它是一个最著名的 几何学家 所以它有很多其他的 目前我们被当作 是公平的东西 但其实都是泰勒斯 提出来的 同样的 我们觉得可能不值一提 但是在 但是在这是开创系的东西 比如说 原被它的任意直径 所平分 半圆的圆周角是直角 等较三角形 两底角相等 相似三角形 各对应编程比例 就这些东西 都是几何的基础 我们每个人 只要上过初中的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但是呢 这是公元前 2700年前的人提出来的 在当时呢 是跨时代性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 就我反复强调 我们一定学会 要从不同的事项 去思考当时的问题 我们今天 只有这样 所以只有这样的 我们才真的理解对方 然后这也是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历史的原因 就是说我们通过 不同的理论 学习人这种思考的方式的变化 从而建立起 一套我们完整的体系 我们再回到几何学 几何学呢 其实发源于是古希腊 不好意思 古埃及 像古埃及 因为它很早就有这个私有制 就是这个土地私有制 所以他们当时要测量这个土地 但是呢 古埃及人 他们没有发展出 非常好的抽象思维 没有特别好的逻辑思维 因此呢 他们几何并没有代数化 因此呢 他们的几何 仅仅是这种应用性质的几何 并没有像古希腊这样 把它抽象化 就我们并不要觉得 就说这种思维 每个文明 它都会产生这种抽象思维 其实很多不同的文明之间 它的这种抽象能力 是很不一样的 像古希腊 因为它发展出希腊哲学 所以古希腊人的希腊 抽象思维是非常强的 但是像我刚说的埃及人 包括中国文明 其实都没有这种强的抽象思维 所以中国文明 它很多是靠经验 它历史非常悠久 所以它通过经验 它会有四大发明 但是它不会有这种抽象 因为只有把它抽象出来 人才能一步一步的 比如说它为了 比如说化学上 为了合成某个药 它需要某个分子团 需要把某几个分子团结合起来 这都是一种抽象和逻辑能力 但是中国的古代的这种思想 它很多的是靠 比如说庄子 像昆蓬 像这个朝三暮四 它都是靠这种比喻 所以它没有发展做非常好的抽象能力 包括语言上也是 像这个拉丁语 像比如现在跟拉丁语 和拉丁语很接近的希腊语 和西班牙语和希腊语 和这个西班牙语 都很多 比如说希腊语 比如说这个说这个词 如果像不是汉语 就是我说你说他说 它都是这个说 但是在西班牙语呢 它就说 我说是 说这个词是阿布拉 我说是阿布罗 你说是阿布拉斯 他说是阿布拉 他们说是阿布拉 你们说是阿布拉罗 我们说是拉布阿姆斯 就这就是一种逻辑 就是我们可以省略主意 但是呢 它的这种语言 也不影响语言的表达 好 我们再回到这个问题 刚刚扯远了 这个是泰勒斯 他是米利都学派的 第一位创始人 创始人 也是古希腊第一个哲学家 哲学呢 从泰勒斯开始 泰勒斯 有几个学派 收学生 一个呢 是阿纳克·西曼德 他是公元前610年 到公元前545年的人 泰勒斯的学生 他呢 可能 因为当时的 他们都有很多著作 但是因为时间太久了 这些著作都根本就没有保存下来 只能从一些残片中去寻找 当然也有很多可能更伟大的古希腊哲学家 只大家都不知道而已 像亚利士多德 亚利士多德哲学都曾经在古希腊的背景层 有一千年时间 就已经 就是都不被人们所知 只不过后来呢 是因为文艺复兴 所以把亚利士多德的学说 从伊斯坦国家带回了基督教国家 因此呢 人们才意识到了亚利士多德学问的重要性 所以这是在古代是一些很正常的事情 我们现在说 有某些很重要的哲学家怎么怎么样 但是很可能呢 其实还有更伟大 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我们再说 这个阿达克·西曼德 他是 这个泰勒斯的学生 他认为 这个水是万物的本源 太抽象了 因此呢 他认为只有这种 而且水是定型的事物 定型的事物呢 无法解释不定型的事物 应该是这么说 定型的事物 他无法去解释其他定型的事物 也无法解释不定型的事物 因为水是看见摸得着的 所以呢 泰勒斯 这个阿耐克·西曼德认为 万物本只有通过 不定型的事物 才能解释定型的事物 因此呢 他提出一个东西叫阿派朗 他认为阿派朗是万物的本源 世界产生于阿派朗 回归于阿派朗 就是我们说的 源于尘土 忠于尘土 这个基督教说这个说很多 他认为万物本源是阿派朗 世界产生于阿派朗 而回归于阿派朗 然后阿派朗呢 他分裂出冷热 分裂出干湿 分裂出对立面 因而产生万物 水呢 是具体的 无法解释万物形成 这个我刚刚说过 需要不具体的东西才能解释 同时呢 他认为 人由鱼变来 动物由海里的鱼变来 这个呢 有了一些这个 后面精华论的色彩 像这些古希腊 这些哲学家 他当时呢 就叫博物学家 就是说不像现在 一个人 比如他是个医学博士 那他只懂医学 可能他懂的呢 只有医学里的一点点东西 就是医学里的眼科 他可能只懂一个东西 但是在古希腊时代 因为知识少 人 穷地人的一生呢 是有可能学完所有知识的 因此呢 当时的古希腊的人呢 他们很多都是 博物学家 什么都懂 阿奈克·西曼德呢 据说是第一个 画世界地图的人 他把大地呢 画成了原柱状 同样的 我们可能现在从看 它是非常好笑的一件事情 大地怎么是原柱状 可能还甚至还不是觉得 大地是平的 地球是平的 有个巨大的乌龟拖起来 但是呢 它是文献记载 第一个用整体去看待世界的人 就他画出世界 因为他把世界当作一个整体去看 世界是个原柱 是个整体 这也是人类在思维上的进步 就我们不要觉得 我们今天的思维 是很正常 与生俱来的 不是的 都是经历过几千年发展的 包括同样生活在今天的人 有的人的思维能力 就是明显比其他人的思维能力要强 这些很正常的事情 我们同样可能说着同样的语言 每个字我们都认识 但是说出的话我们就听不懂 这就是大家思维能力不一样 思维能力不一样 他看待的视角不一样 他对事物的判断不一样 而这呢 就是一个思维能力的提升 我们如果能理解 人类思维能力提升的过程 就也要助于我们自己去提升 我们的思维能力 同时阿纳克希曼德 还是古希腊第一个使用 日轨祭食的人 都是阿纳克希曼德 米利都学派的下一个人物呢 叫做阿纳克希美尼 阿纳克希美尼的他更晚一些 有人说阿纳克希美尼 是泰勒斯的学生 也有人说阿纳克希美尼 是阿纳克希曼德的学生 也有人说阿纳克希美尼 既是泰勒斯的学生 又是阿纳克希曼德的学生 但这个不重要 但他的理论呢 是同时结合了泰勒斯 和阿纳克希曼德 他既要找到 他要找到最不定型的物质 并不像水那样 因为水呢 它虽然可以流度 但它是定型的 而阿帕朗呢 他又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所以阿纳克希美尼提出 他找到最不定型的物质 就是万物本源是气 气体 他即使能看到的 同时呢 他又是不定型的 当然有不同的说法 也有人说这是个后退 因为他把 他把这个 阿帕朗是抽象的 他要从抽象退回了具体 也有这种说法 不过呢 总体来说 阿纳克希美尼 他的说法 比泰勒斯更具体化 他认为气是本源 而气呢 有两种方向 气 遇冷 就变成风 再遇冷 变成云 再遇冷 变成水 再遇冷 变成土 而如果气 遇热呢 就会吸散 成了火 所以呢 气是处在中间一个东西 火 气 风 云 水 土 这是一个整体 而在这之间呢 他非常强调冷热的变化 他认为冷热会给事物的性质 带来变化 这个呢 也是后人有人推测 可能是根据一些自然现象 比如说古希腊 还有很多海归 在温度不同 这是科学问题 在温度不同的时候 复旦 这个海归的性别是不一样的 这个很有意思 大家可以去查一查 因此呢 可能就当时可能强调冷热 对于事物性质的影响 因此会有泰勒斯 会有阿纳克希美尼的说法 就是气是本源 遇冷会怎样 遇热会怎样 并且呢 他是第一个尝试用理论 去解释自然现象的人 比如说闪电和雷形成 是云变成了风 在这中间呢 会形成闪电和雷 同样的 我们现在听起来 非常好笑 但是呢 这是两千五百年前 人的想法 我们要了解 人的想法的变化 我们才能提升 自己的思维能力 好 我们刚刚呢 说了这个米利鲁学派 我们再稍微回顾一下 米利鲁学派呢 他主要强调的是 这个自然 自然哲学 他是想通过这个事情 具体的事情 去解释 我们的世界 他的主要人物呢 有三个 他也是古希腊最早的学派 同时呢 几乎是同时 产生的略晚一些 在南意大利 有比达哥拉斯学派 就南意大利 也是古希腊的 这个大古希腊的 这个范围之内 比如说像这个 奥德休斯记里头 当时那个赛人 就是说 就是那个成话 就是说是 如果人听到了 赛人美妙的歌声 就会触交而死 赛人呢 就是说 就生活在南意大利 比达哥拉斯 可能我们小学都知道 比达哥拉斯 但他具体是谁 他干什么的 我们其实并不清楚 他呢 既是个数学家 也是个哲学家 地位呢 是非常高的 我们从小就学过 勾五定理 小学我们就知道 勾五定理 勾三 古四 前五 就是我们说的 十角三小型 勾五定理 三四五 三的平方 加四的平方 等于五的平方 勾五定理 在古希腊呢 就叫做 比达哥拉斯定理 也由比达哥拉斯 发行命 同样的 他也是来自于 古埃及 只不过呢 古希腊人的抽象 能力 抽象思维能力强 所以把比达 所以呢 就抽象出 比达哥拉斯定理 要交代一下背景 就是说比达哥拉斯呢 他是生活在古希腊 但是呢 后来他在四十岁的时候 他被驱逐 所以他就来到了南意大利 在南意大利 当时有一个宗教 叫奥尔夫斯宗教 奥尔夫斯宗教呢 他是最早有灵魂转世的宗教 在古希腊 在当时呢 灵肉还是不可分离的 比如说像在这个 古希腊哲学里头的 这个希腊神话里头的英雄 他们是自己的力量强悍 而并不是说他们灵魂强悍 他们身体很强壮 力大无穷 比如说像是赫莱克勒斯 他是大利神 他是神和人的儿子 他是大利神 但他是力量强悍 而并不是说 因为他是神的儿子 所以他有神的灵魂 作为厉害 不是这样的 所以在古希腊呢 当时还没有灵魂的概念 或者说没有像 后面的基督教哲学 如此强调古希腊的 这个灵魂的重要性 但在奥尔夫斯宗教呢 就有灵魂的概念 所以他带有神秘主意 奥尔夫斯宗教呢 研究的不多 但是我自己研究也不是很多 但是我看过一些 就我一直感觉 奥尔夫斯宗教 非常类似于古印度的宗教 就是像类似于佛教 印度教 奇纳教 他们呢 首先就是 不杀生是很重要的 就非常非常多的禁忌 还有像禁食豆子 这个佛教没有 但是这个印度的奇纳教有 我说一下印度教 奇纳教和佛教的区别 就他们呢 都源自于印度教 但印度教经常强调这个种族 这个阶级 这个级别 所以呢 不平等 所以在几乎同时代 这个乔达摩 释迦斯达多 就是也是一个王子 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释迦摩尼 佛陀 还有一个呢 叫大雄 就是这个巨大的大 英雄的雄 就翻译成中文 他们几乎是同时 创建了奇纳教和佛教 就都讲究平等 佛教在早期呢 禁忌其实不是很多 因为佛教呢 是可以吃肉的 比如说像这个佛陀 在去世之 在这个元祭之前 他让他的弟子呢 去化缘 然后化缘呢 给他这个 那个剥里头 就有这个肉鸣 就是碎肉 但是奇纳教呢 禁忌是非常多的 奇纳教是有 世界上最严格的饮食 比如说这个荤 不能吃 荤呢 就指的是这个 我们老说吃荤吃荤 其实 在这个汉语里头 荤指的是 有气味的东西 比如说蒜 葱 姜 而心才指的是 我们说的这个肉 就是鱼 虾 牛肉 所以心 就说在奇纳教里头 荤心不能吃 这个有种子的 不能吃 因为种子的生命本源 所以不能吃种子 就是豆子 就不能吃 当然这个是古代的这种 朴素的一些想法 长在地里的不能吃 比如说土豆 不能吃 还有呢 像这个虫子 就是说不能耕地 因为耕地呢 可能会不小心伤到小虫子 所以呢 也不能从事耕地的工作 所以奇纳教呢 很多他都是 这个做商人的 所以非常有钱 但是又不能花 所以呢 最多去修庙 所以有人去印度旅游 发现奇纳教的寺庙呢 是非常壮观的 好 我们回到奥尔夫斯宗教 他有很多 这个古印度的这种感觉 比如说 这个不能吃豆子 东西落下了 不能用手捡 不能去碰白公鸡 不能卖过门栓 不能吃整个面包 他有很多很多 很多禁忌 而最大的一点呢 就是他有灵肉分离的说法 有灵魂转世的说法 比达格拉斯自己呢 他说 他自己的第一世呢 是赫尔默斯的儿子 然后当时呢 赫尔默斯说 答应给自己的儿子 一项这个超能力 然后他儿子就说 我想永远不忘掉我的记忆 所以呢 他第一世 是赫尔默斯的儿子 等到第二世呢 他 比达格拉斯第二世呢 参加了特洛伊战争 他是被赫克多尔的弟弟 也是海伦的丈夫所伤 据说这个人呢 他灵魂可以出窍 可以进入这个花 可以进入草 可以进入树 而他第三世呢 已经是一个普通人了 那这一世呢 因为他后来看到太阳神 阿波罗的一个印章 所以当他想起了 自己的这个记忆 而第四世呢 他是个渔夫 比达格拉斯呢 应该是他第五世 所以阿尔夫斯宗教 是非常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 同时呢 现在很多就研究这个灵魂学的人 也会把阿尔夫斯宗教和佛教 对比起来 就神秘学 这个在西方的大学里头 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门学问 就是玄学 像比如说弗吉尼亚大学 他们专门这个医学院下面 就有一个神经科学下面 就有一个研究室 就专门研究 灵魂转世啊 灵魂出窍啊 宾思体验啊 这些话题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我们再回到比达格拉斯 比达格拉斯呢 他就是结合阿尔夫斯宗教的神秘主义 有人说他自己就是阿尔夫斯宗教的 他相当于是结合 相当于是他的这个神秘主义宗教团体 就是阿尔夫斯的改当派 他把科学宗教和哲学融为一体 比达格拉斯最重要的思想呢 就是数十万物本源 数十万物本源 这个我后面还会说 就是说他呢 已经不是不再是仅仅的啊 去找一个自然界的东西 不管是水也好 气也好 他已经学会抽象了 把数看作万物本源 当然把数看作万物本源 他本身是非常具有神秘主义的色彩 这个我后面会讲 就是说数在比达格拉斯学派 数学是非常重要的 像我刚刚提过 比达格拉斯定理 是勾股定理 就是我们现在几乎是 几何学里头最为根本的定理 就是比达格拉斯发明的 还有概念 比如说黄金分割 0.618 这个呢 也是比达格拉斯提出的 比达格拉斯还提出了数论 就是我们说的基数和偶数的区别 定义 这个呢 也是比达格拉斯实际上发明的 所以比达格拉斯 他们的数学是非常强的 同时呢 他又把数学哲学化 或者说当时应该都叫哲学 数学呢 是特殊的哲学 这个我上次也说过 牛顿的著名 提出《万有引力》的时候 他那本著作叫 《自然哲学中的数学原理》 好 我们现在来说 比达格拉斯的这个理论 首先呢 他认为数 是自然物的形式和形象 是一切事物的总根源 有了数 比如说才有了几何学上点 点形成线 线形成面 面形成体 有了立体 才有水火土气这四种元素 从而构成万物 因此呢 数是万物本源 这个呢 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理解 比如说我们 先根据几何 这个点线 面体 成了这个 零维 一维 二维 三维 有了实践 有了实践呢 才有不同的东西 我这个呢 是比较好理解的 就说 但他呢 依然是偏具象的东西 那他已经有了抽象的概念 第二个呢 是他的象征论和模仿 他认为每个数 有自己的含义 万事万物呢 是对数的模仿 比如说一 他认为一呢 是最神秘的 他既不是奇数 也不是偶数 他是智慧 是万物之母 一呢 是第一原则 由一呢 生出了万物 这个有点像 我们老子的观点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好 我们再来看 然后他认为 二是对立和否定 是意见 就不是二元对立 同意不同意 他认为是二 二代表是同意和不同意 而三呢 是代表万物的形体和形式 为什么呢 就是对立否定和万物之母合起来 就是成了万物的形体和形式 二是第一个偶数 三是第一个基数 二和三加起来 就是第一个 的和是五 那他呢 就是雄性和雌性的结合 代表婚姻 而偶数 第一个偶数的平方 是正义 就平方也是他的数论 就是平方开方的概念 也是比达格拉斯提出的 就当时有一个第一次数学危机 就提出了这个 开方的概念 他认为 因为四是第一个数 就是第一个偶数的平方 所以呢 他认为四代表正义 是宇宙 创造者的象征 五说过 六是灵魂 七是机会 八呢 是和谐 也是爱情和友谊的象征 九是理性和强大 因为九 因为古希腊呢 哲学认为九 相当于世界有九重天 所以九是理性和强大 而十是包容一切的数目 是完美和美好 为什么呢 因为十是一二三四的和 就说他这种解释呢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看起来很勉强的 但是还是要说 在当时呢 他是 就说在文献记载里头 是第一个把世界抽象化 他把世界抽象成数字 他认为呢 但是说数字呢 是抽象结果 比如说我们现在告诉你五 问你什么是五 你没法解释什么是五 你说 你伸出个手指头 说一二三四五嘛 但是你看到的是五个手指头 这是五个手指头 它并不是五 同样的 你找到五个车 五个房子 五头牛 五只羊 它都是代表 五只头 五头牛 五只羊 它并不是代表什么是五 而五呢 是用于感知的 是告诉你什么是五 就告诉你什么是五 就我们现在人可以想象 告诉你什么是五 你知道什么是五 但是你无法描述什么是五 你解释五 你只能借助具体的东西去解释五 所以呢 五是抽象的结果 这个就是说 比达格拉斯学派最大的重要性 最大的贡献 因为如果数和形可以分 就是它就认为相当于本质是五 就是抽象的东西在具体的本源之上 这个就是形而上学的解释 就是说它又通过事物的一套规律去解释世界 现在可以说这里就是形而上学的鼻祖了 或者说发源地 就本质先存在后 同样的数和形可以分 那么灵魂和肉体也是可以分的 相当于给后世古希腊哲学 包括基督教哲学灵魂和肉体的区分 分别分离建立了基础 还有一点呢 是看不见的决定看见的 这也是 就是对后面都非常重要 以及它提出感官世界是虚假 就是我刚说的五 你只是五 五你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呢 它并不是感官 而感官的世界呢 它又并不是事物的本源 这个东西呢 就包括这个灵肉可分呀 看不见的决定看见的呀 这些都是 都是对柏拉图有很多影响 对于柏拉图的理论 灵魂世界 是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的 包括因为柏拉图后面出现 新柏拉图 最后出现了维灵主义 然后逐渐地发展成了基督教 所以呢 可以 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的起源 就是它的这种理论的起源 可以归宿到别拉格拉斯学派 好 我们说了前期的两个 就是可以说一个是 自然哲学的起源 一个是形象上学的起源 我们现在再说一个 这个呢 也是古希腊四大学派之一 这个埃菲斯呢 我们先说两个 埃菲斯学派呢 是第三个学派 它呢 也是偏重于自然哲学 但是呢 本质上说 埃菲斯的代表人物 赫拉克利特 它是双国籍主线 它既有 这个抽象的 形象上学 又有具体的自然哲学 埃菲斯呢 现在呢 一般叫做以弗索 因为埃菲斯是以前 可能从日本 或者从台湾过来的 包括现在台湾呢 都把以弗索叫埃菲斯 以弗索 现在在土耳其的 伊兹密尔的南部 大概有100公里的地方 以弗索有个古城 就是非常著名的 以弗索古城 古城跟这个 蓬佩古城是齐名的 保存的非常好 最重要的呢 就是它的一个 是它的图书馆 它有很大的体育场 还有一个呢 它的当时的图书馆 据说是世界上现在保存 能保存下来的 最大早的几个图书馆之一 还有呢 以弗索上面呢 有一个自由女神像 不是胜利女神像 不好意思 胜利女神 就是胜利女神 它有这个橄榄页 像一个钩 据说呢 这个运动品牌耐克 的这个商标来源 就源自于 以弗索的这个胜利女神像 这以弗索呢 它还有一个很著名的东西 那就是它的这个厕所 在以弗索的厕所是 完整的保存下来了 它的厕所呢 当时一排 是坐便式的 一排 坐一排 大家排排坐 隔上可能几十厘米 一个坑 隔上几十厘米 一个坑 在当时呢 这个厕所呢 是非常重要的 相当于是当时的人 贵族呢 商量事情的地方 他们会先让奴隶 进去 把这个厕所暖热 然后贵族进来呢 坐在奴隶坐过的地方 这时候因为它石头坐的 所以这时候已经暖窝了 所以呢 就在厕所上 我们就开始 然后当时讨论问题 还有它有一些这个 雕塑也很有名 如果大家感兴趣去以弗索看的话 因为我觉得以弗索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地方 就是首先呢 是以弗索古城 它的雕塑 有这个大地神赫拉克勒斯 还有这个梅兔沙 以弗索呢 还有很多神奇的东西 比如说阿尔特密斯神庙 就是古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阿尔特密斯神庙 就是因为以弗索当地是这个阿尔特密斯 阿尔特密斯呢 是这个古希腊的十二大主神之一 阿尔特密斯呢 是这个狩猎女神 真结女神 月亮女神 就是阿尔特密斯的母亲呢 就是我们知道在古希腊以后呢 宙斯呢是个禽兽 就是说他经常变成禽兽 然后去 现在是勾引小姑娘 然后生出一些这个其他的神 比如说当时呢 咒拉呢勾搭了一个小姑娘 这小姑娘呢后来 就因为宙斯勾搭小姑娘 然后赫拉呢是非常嫉妒的 所以呢就一直追着这个小姑娘跑 就小姑娘就跑得非常远 没办法 最后呢非常惨 就生下了 在一个非常偏离 没有人管 然后呢还遇到遇上男产 就生下两个孩子 第一个呢是阿尔特密斯 就阿尔特密斯是姐姐 阿尔特密斯一生出来呢 他就帮他的母亲呢 去这个生育 后来他又生出来弟弟 这个弟弟呢 可能我们更熟悉 就是阿波罗 所以呢阿尔特密斯是月亮女神 阿波罗呢是太阳神 就他们都善于射箭 而阿尔特密斯呢 应该是看到他母亲的这个遭遇呢 所以他的下决心终身不嫁 所以呢他又是真见女神 同时呢阿尔特密斯的女祭司 也是不能嫁的 也是不能出嫁的 阿尔特密斯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后来呢也是被这个宙斯 相当于是这个诱骗了 阿尔特密斯知道之后呢 就把他的这个好朋友给处死了 阿尔特密斯有很多故事 他是狩猎女神 像这个 当时那个这个希腊援军 去征服特洛伊的时候 当时呢阿加门农因为之前射箭的时候 觉得自己的剑法比阿尔特密斯还好 所以阿尔特密斯就惩罚他 不允许古希腊的战舰出海 所以呢阿加门农不得不 相当于用自己的亲女儿去这个祭祀 然后他们才出海 而导致阿加门农回来之后呢 他的妻子一直怀恨在心 所以后来阿加门农胜离归来之后 他的妻子呢就谋杀了阿加门农 这个是阿尔特密斯 阿尔特密斯神庙现在呢在以复署 但只有了一根柱子 上面还有一个奥斯曼古 还有一个古城堡 古城堡呢里头有一个这个教堂 是这个圣约翰教堂 就我们现在都知道 像这个梵蒂冈圣彼得教堂 威尼斯圣马可教堂 里头都有这个圣徒的遗骨 在以复署呢有一个呢 就是圣约翰教堂 就约翰 就是基督教的四福音书的第四部 就叫约翰福音 就约翰福音呢 是四福音书里头比较特别的一部 就是四福音书里头的前三部呢 都是就怎么说呢 就是很自然哲学一些吧 就是他就是生活中东西 就是耶稣是谁 他爸爸是谁 他妈妈是谁 他干什么事情 但约翰福音呢就很抽象 就是有哲学意味 就翻译成中文叫太初有道 就是说道 就是说word 就是这个词语 这个我们说词 就是赫拉克勒斯 这个赫拉克利特 他后面也提到了 就是罗格斯 英文呢就是这个word 单词这个词 就词呢是有力量 有力量的 像著名的像要有光 世上就有了光 这句话也是出自于约翰福音 就是说这都是 就是说是词呢是有力量的 就是道 就翻译成我们这个道家的道 就是当时的传教士 把它翻译成道 就是说约翰福音 它是有些抽象的 哲学的意味在里头的 这约翰呢 他的这个遗骨呢 他他晚年生活在以弗所 他创帝约翰福音 还有他的一些书信 都在以弗所写的 而圣经呢 最后一篇启示录 也是他在以弗所周围的一个岛上写的 他当时逃到那个岛上去写的 他的遗骨呢就葬在这个约翰大教堂 但是后来呢毁于这个 好像是毁于这个塞留古帝国 就是奥斯曼帝国的前身 当时当地呢还有一个叫拉欧斯亚一个地方 那里呢也有一个教堂 这个都是圣经里头的古希腊七教堂之一 也在以弗所 而据说呢圣母玛利亚晚年也住在以弗所 在距离这个以弗所古城不远的地方 有一个玛利亚故居 据说呢就是以弗所 就是当时玛利亚晚年居住的地方 玛利亚晚年确实是来过以弗所 但是他住在哪了是不知道的 还是后来18世纪有一个神父 他梦中做梦梦到了一个地方 受到了神起 后来他就按照梦中的地方到这来找 就真在那找到了房屋 然后呢一挖一考古 发现真的是公元一世纪的东西 所以后来梵蒂冈主教也来到这里 并且说这里就是圣母玛利亚 就是在这里居住过 所以呢那个地方 现在也成了一个比较有名的留点 以弗所呢距离这个伊斯尼克 在80公里 伊斯尼克呢就是古士迈纳 也有一个古城 而士迈纳再往北大概100多公里的地方 就是特勒伊 所以呢这都是 这些地方都是在一块的 而以弗所再往南 大概也是可能这个100公里的地方 就是伯德鲁姆 伯德鲁姆的也有一个古希腊 这个几大 这个也是个古世界的 这个几大奇迹之一的 这个摩尔索斯亡灵 摩尔索拉斯亡灵也在那里 当然也只剩下了石头 好我们说车远了 就是说这个以弗所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他当时呢也是商业的中心 今天以弗所古城有个码头 现在呢他已经不靠海了 但是在古希腊时期呢 以弗所古城是靠海的 所以商业非常发达 赫拉克利特 就他是以弗所的王子 但是呢他对政治不感兴趣 他喜欢老人和孩子 后来呢他就放弃了争夺王位 就离群所居 这一点和释迦摩尼有点像 释迦摩尼也是王子 后来呢他放弃 王位出去谷刑 赫拉克利特他是反对城邦制的 他有精英主义思想 据说呢当时的波斯国王大流士 曾经邀请赫拉克利特去讲学 赫拉克利特 就他的语言呢喜欢用一些隐喻 并且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很厉害 但是大家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赫拉克利特离群所居 就靠着喝露水和树根生活 后来他得了水肿病 营养不良 所以呢他就跑 他回到城市 就他一直离群所居 他呢就只能回到城市 去找医生 但他说话呢又很抽象 他水肿就浑身水肿都是水 他就问医生能否用 让阴雨天变得干燥起来 医生又听懂他说什么 所以他后来就跑到一滩 这个泥土里 牛粪里 去就希望呢 这些泥土和牛粪 能把他的水吸出来 但是呢没有吸出来 所以呢他后来就死于水肿病 就是赫拉克利特 他同时受比达格拉斯 和米利都学派的影响 就是说又有了抽象概念 又有了不定型的概念 因此呢赫拉克利特 他觉得世界的本源是火 他认为火是比气 更不定型的东西 由于刚刚前面 就是我们上一个 哲学家 我们来找一下 阿纳克西米尼 他说过 气预热变成火 所以那火 它是比气更疏散的 因此呢赫拉克利特认为 火才是本源 火是最不定型的 是万物的本源 因为火不断变化 所以万物不断变化 这个可能我们如果都学过 比如这个初中政治 可能都会学过这个 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的东西 马克思也强调 事物 事件是物质的 物质是运动的 运动是有规律的 规律是可以掌握的 这些呢他都可以找到本源 但是呢其实像自然哲学 他并没有解释 为什么变化 说火是本源的 万物不断变化 所以本源不断变化 所以万物不断变化 但他并没有解释 为什么不断变化 因此呢像马克思他说 世界是对立的 对立产生变化 但是对立 为什么就能产生变化呢 对立是怎么来的呢 又不知道 所以呢因此在希腊 在欧洲哲学里头呢 这个 这个 行而上学 就我们中国人的话 就是说维新主义 其实一直是占主流的 因为维新主义 它认为外界 是有一个存在 有更高的存在 因此无论是动力 还是目的 都可以用 这个更高的存在来解释 因此它更有解释力 而维物主义呢 很可能解释不了 所以呢维物主义 在这个古代哲学里头 这个西方哲学里头 一直是个弱势地位 直到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现 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出现 它也是有必然性的 它也是因为当时的思想的变化 而出现马克思主义哲学 这个我们后面有机会 都会再讲 所以这个 赫拉克利特认为火是本源 同时它的第一个逻辑线 就是火气水土万物 是自然哲学的本源 而同时呢 它要强调规律 提出了罗格斯 这个概念 它认为万物的背后 比如火气水土万物 都可以变化 但它背后呢 有一套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看不到摸不着 这个东西呢 它不参与转变 但是呢决定转变 这个可能是跟古希腊的 这个悲剧有关 希腊神话 希腊悲剧有关 悲剧后面呢 都有命运 比如说这个神 它也要服从命运 最厉害的就是命运女神 宙斯 赫拉诺斯 知道自己要被儿子推翻 但是他依然被克罗诺斯推翻 克罗诺斯知道自己要被推翻 于是他就把孩子吃掉 但他依然被宙斯推翻 宙斯也知道自己早晚要被推翻 因此呢他也把他的这个一个老婆 智慧女神吃掉 但是呢 没有办法 雅典娜依然从他的头部找了出来 所以雅典娜 他是男人生的 因此在希腊神话里头呢 雅典娜曾经参与一次判决 就是我刚才前面说的 阿加门农的儿子 又杀死了阿加门 为了给他的父亲报仇 又杀死他的母亲 所以呢 后来复仇女神就一直要追杀 阿加门农的儿子 之后他没办法就去雅典 寻求雅典娜的庇护 雅典娜呢就 相当于是 就说是那我们找13个人吧 我们找12个人吧 我们来投票 让大家来判断你是不是有罪 这个呢 既是民主制度 就是古希腊民主制 不是会放逐人 这个呢既是民主制度的起源 也是后面 这个英美体系 英美法系里头 这个陪审团制作起源 当时呢 写有时六票对六票 雅典娜就出来 判了他无罪 相当于是七票对六票 雅典娜就说 虽然我是个女性 但是我是男人生的 因此呢 我站在男人的一边 因此他判了 安家闻农无罪 就杀死他母亲是无罪的 就这个呢 就是古希腊的命运 可能因为有了命运的概念 人们呢就觉得 他是一个抽象的东西 看不见摸不着 但决定了一切 因此呢 就赫拉克里特 提出了罗格斯的概念 他认为罗格斯是 运动之后不变的东西 在感觉上看不到 但是思想上可以把握 语言上可以描述 他在这里呢 也体现了语言和思维的一致性 后世巴文尼德又强调了实在 就是说我们的事情 我们可以认知 那么认知之后 它是思维 思维 我们又可以表达出来 是语言 实在 思维和语言有一致性 这个我们后面 巴文尼德在说 但后面 这个有很多的反对 比如说像这个 智者学派就说 思维实在和语言 是没有一致性的 我们无法认识是实在 就算认识了 也不能用表达 这个我们后面会再说 但这些东西 就罗格斯提出是赫拉克利特 这个就相当于是 他提出了事物背后的东西 这个东西逐渐发展 它成了理念世界 它就发展成了上帝 赫拉克利特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它是古代辩证法的奠基人 我们现在经常说辩证法 辩证法 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 很重要 两点 一点是在对立中寻找统一 一点是承认事物不断变化 有一句话 我相信可能我们都听说过 一个人不可能两次 踏入同一条河流 这句话 就是赫拉克利特说的 他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 事物是不断变化的 河在这 但他的水不一样 所以事物是不断变化的 他有几个很重要的说法 第一个 一切事物都处在 在普遍运动和相互转化之中 这个我们前面也解释过 就是说我们 其实因为我最近 就经常在思考 我们现在这些人的思考问题 就是他们的这种 有个预设 每个人的思考都有一种预设 而他这种预设的形成 是根据他之前的经历 跟之前这20年的世界发展 他有这套预设 而后面 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世界变了 那么世界变了之后 你的这种预设也变了 但是人们依然停留在这种预设之中 所以他会觉得 世界为什么变化这么快 会出现各种不符合逻辑的事情 而这个逻辑只是因为 是建立在你之前20年的 逻辑的基础之上 所以人一定要会从 视角 在环境 更换 时代背景 文化背景去思考问题 第二个就是 万物中的对立面的冲突和转化 造成运动 运动由对立产生 他举的例子 就是不同的音律运动 产生音乐 有了青年中年老年的对比 大家才知道什么叫青年中年老年 有了疾病与健康的对立 大家才知道什么 什么叫疾病与健康 而知道疾病与健康是可以对立和冲突的 第三点是 事物都有相对性和不同评价体系 要学会反对 换位思考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视角主义 就同样一件事情 我们站在中国人成长的视角去看 就有中国人的视角 站在英国人的视角去看 就有英国视角 就像我们说的防疫 比如中国人 对吧 因为中国人我们都服从 比较喜欢服从 因此呢 上面说这个要隔离 大家一胡百一 但你放在英国 英国的基础呢 就是自由主义 政府是小政府 政府是不管事 政府承认我们什么都干不了 所以它是不管事情的 因此呢 像这种 让他们在家隔离 他们是做不到的 像我们经常会说 佛罗里达 有多少人 又不戴着口罩 又出去到海滩上去 晒太阳去了 因为他们是做不到的 因为他们自由至上 不自由误定死 而我们中国人是说 命都没了 为什么还要自由 他们说 自由都没了 还活着干什么 就是大家的思维是不一样的 只不过后面呢 因为有了人道主义这个东西 因此在英国 当大家提出 群体免疫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 这很不人道的东西 大家也过度的信任 现在西医 但是我说 现在西医它只治好了两个病 小儿麻痹症 还有这个天花 其他的病都是走免疫 就是说我们通过治疗呢 减轻症状 给你的这个免疫系统 产生抗体 提供时间 它并不是真正的治好 只是降薪症状 包括疫苗 很多也是 像这个 流感疫苗 多少年前都有了 年年都要打 但是流感的每年都会肆虐 像美国的这个 今年说是流感死了两万多人 但其实也很少 如果去查美国近十年的数据 死亡两万多人 是近十年倒数跌而低的 经常会有五万六万七万八万的死亡率 死亡人数 所以说人类呢 并没有真正治好什么病 再说换位思考 换位思考这个观点 其实在庄子里头有很多 比如说像 庄子里头 他经常会说 这个鱼 比如大鹏 大鹏展翅 一飞九万里 然后调语学就 抓到了一个扶鸟 就对着大鹏说 你别过来 那大鹏谁欺憾那个东西 包括我们说的 这个陈于洛燕毕业修化 陈于洛燕毕业修化 我们现在是形容美女 但是当时庄子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 他其实是在说 我们人觉得美的 其他动物都不觉得美 我们觉得西施很漂亮 但是鱼看到了西施 他并觉得漂亮 他沉到水里去了 他不想看 燕子看到了西施 可能他觉得还很丑 就落下来了 太恶心了 但是人又觉得西施很漂亮 但是后来变成陈于洛燕 用来形容西施漂亮 这都是视角主义 不换位思考 什么叫相对性呢 比如说赫拉克利特举一个例子 就说海水是最干净的 又是最脏的 为什么呢 人不能喝 鱼可以喝 这都是一种辩证统一的思想 这种思想呢 虽然赫拉克利特并没把它提起来 没把它抽象化 但是在古希腊 然后人类思想 人类文明史的发展中 都是非常重要的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因此 所以我说这是非常重要 因此呢 就说 很多东西呢 我们现在看来很无聊 但是呢 它是人类思维发展过程中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学会了这一点 我们才能更好地培养 我们自己的思维能力 好 今天呢 我们说了四大学派人物的三个 由于实际的原因呢 我们下回再说第四个 就是埃利亚学派 埃利亚学派呢 它是同样是强调形容上学 代表人物呢 有克赛 诺菲尼 巴文尼德和执诺 之后呢 在四大学派之后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说法 比如原子论 就恩培多格勒 安纳克 萨格拉 和德摩克利特 原子论 相当于是 已经是这个 希腊哲学顶峰了 因为 德摩克利特呢 是和柏拉图是齐名的 只不过后来呢 希腊教哲学 更多地采用了 柏拉图和亚勒斯多德的观点 因此呢 德摩克利特的东西 没有保留下来 大家说德摩克利特也不多 还有一个呢 是智哲学派 智哲学派是 代表中是普罗泰格拉 和高尔乔雅 智哲学派有点 类似于后面的赫显代派 就他解构一切实物 他把体系 全部解构了 你说什么 他就说不是 比如说我们刚刚前面说的 这个 我们可以认识实在 可以认识 然后思维可以认识实在 语言可以表示思维 但是智哲学派就说 你思维认识的实在 并不是真正的实在 你语言表达的思维 也并不是真正的思维 就它呢 实际上是一种反思 但这种反思呢 是必然没有结果的 所以反思之后呢 人们又回到了 这个原子论 相当于是 现在是四大学派 然后之后呢 有这种反思 反思之后没有这种结果 所以人们又回到了 原子论 又回到了这个 柏拉图的抽象 这个自然哲学和 形象上学 好了 我们今天呢 就说这么多 因为我们 没有说完 因为我原本呢 是打算把两节 就是把这三个 也一块说完 那我发现呢 说的东西要太多了 因此没有说完 所以呢 我们下回再说 因此呢 今天的作业呢 也是一样的 上回读完的呢 我们可以再讨论 没有读完的 我们可以继续 再阅读 就是我说的 阅读这个 不风和不哲学 当哲学的小时候 还有呢 感兴趣的同学 可以阅读一下 赵林西方哲学史 介绍这些 这些哲学家的一些内容 很多很多 感兴趣的可以读一下 没有兴趣呢 知道这么多 其实也够了 因为我就说 我们这套课呢 是给这个高中生的 就是说 只是要培养 哲学思维 因为进入大学 如果之后呢 如果再不培养哲学思维 就已经晚了 因此呢 我觉得培养思维的话 要从高中开始 所以呢 都是简的很浅显 听不懂也没有关系 脑子里有这个东西 以后知道 能用就可以了 行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样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提问 有问题的话 可以语音 也可以这个 打出来 然后我看的话 我会这个回答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因为我后面还有事情 所以呢 我们就先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这个收听 我们下周再见 感谢大家